看規模然後問題一大堆了 有事也不講 然後感覺好像我們都會讀新書這樣 我覺得可以在一起看看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到底有多難搞 家裡沒有遇到的就是 都會有這麼難搞的問題 星座滑梯 告訴我哪個星座該這麼搞定 耶 今天波波借地區 他真有需要來帶你到信義區來查 到底哪個星座最佳 哪個星座最多人不想在一起 但是哪個星座最多人想在一起 波波借地區今天告訴你 那你覺得最渣的星座是誰 最渣 我覺得獅子座蠻渣的 獅子座蠻渣的 你本人喔 沒有我本人沒有啦 就是我有聽說獅子座朋友 就是可能今天跟一個女生出去 然後可能好像有在一起 但也沒有公開 然後又再跟另外一個女生 喔 換換口味 對對對 我有聽說雙子男很渣 但是我沒有經歷過 所以我不知道 最渣的是吧 那我被雙女座搭男生害過 是一直劈腿啊 然後會講好聽話 所以他一直劈腿 然後你一直原諒他到時候 蛤 幹嘛 為什麼又原諒他 年紀那時候年紀還小 好好好 雙魚真的就是一個爛情 渣男跟花花公子的差別就是 渣男不承認自己是渣男 花花公子就會很表明說 喔 我就是花症 但是雙魚通常都渣男 把自己包裝的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做錯事情 他們只會說 喔 我只是擔心他受傷 我不想他難過 然後分手都給別人聽 我現在馬上馬上補充的是射手 射手座 射手 射手 我自己射手座真的很渣 比較愛套自由一點 因為感覺射手座很愛玩 像跑夜店之類的 三心二意的 就是我身旁朋友很多被渣的都是射手男 因為之前遇到都很爛的 我們今天街坊大家都說射手座最渣 不老是哪邊都雙魚座最渣 雙魚座最渣 雙魚座是嗎 你最渣嗎 你最渣嗎 不是 不是說雙魚座最爛很愛嗎 如果我是一隻魚 你有沒有什麼星座是你最想要在一起的 巨蟹 巨蟹 因為之前遇到巨蟹的都還不錯 比如說蠻貼心的 喜歡溫柔一點的男生 貼心的然後褲蟹 就是那種小奶狗會撒嬌 小奶狗是吧 天仙啊 所以我喜歡戀愛的腦袋 你前男友有什麼星座的 我沒有談過 你沒有談過戀愛 那你要不要看放真友 可是我覺得天仙真的不錯 可能家裡就是垃圾還沒到還沒洗衣服 他就會說 我幫你洗了衣服 我幫你倒了垃圾 我幫你整理家裡 So sweet 然後他每天都會來捷我下班 水瓶座 水瓶座 我是水瓶座 我是水瓶座 欸你們是來放閃的嗎你們 因為他不會太吵 然後又不會講到很無聊 水瓶座就是 外星人啊 怪怪的啊 就是比較中目不定 比較有趣 水瓶座都蠻貼心的 蠻鬼明星怪的 所以你覺得一生一定要在一起的星座就是水瓶座 我覺得可以在一起看看就可以知道 他們到底有多難搞 夏天以後遇到的就是 都會有這麼難搞的東西 欸 那你有沒有就是不想要在一起的星座 蛤 我喜歡練舞蹈 有點木頭 天秤種 那我被他騙過 是劈腿 蛤 怎麼說 太high了吧 什麼意思 射手啦射手 其實他們比較愛玩 然後他們就會不喜歡被管 很喜歡自由 不會報備啊 然後會跑出去玩不跟你講的 不 可能是 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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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醋 就可能比較 狂貓一點 感覺有點 龜毛 我覺得他有點管太多 太龜毛 他會限制你要幹嘛 幹嘛 照他的想法做 很龜毛 然後很愛面子 會有點太龜毛 或是在個性上會有點潔癖 就他們在心情表達 像都特別有點難捉摸 有點難溝通 很龜毛 然後問題一大堆 有事也不講 然後感覺好像我們都會獨心情 這樣 我們今天去街坊的時候 最不想跟什麼星座在一起 然後大家都說處女座 看你都超好 我好心裡配不上 人狼狽 non-stop 乾脆不要那麼累 我配 我摔到分手 好可以喔